在早期车展示让各汽车品牌展现旗下最新科技、概念车、新车与市售车的最佳舞台 而消费者也能在此一次看尽各品牌车款 与了解欣赏每个汽车品牌的文化风格 但近年因网络科技快速兴起 导致消费者也因此转变 使其早在几年前就以品牌不再参与部分车展 由于网络资讯发达 若只是想掌握资讯的消费者 能透过网络观看车展中最新车款与资讯 所以不会在长途跋涉购买门票入场 如此一来参观人数递减相对也影响各品牌触及人数与销售表现 进而影响参展意愿 然而除了参观人数下滑 国际五大车展期有两年一度 也有一年一度 过于平凡的展期加上昂贵的参展费用 及越来越多各种展览 都是导致不愿参展的因素 不过车厂并没有因此放弃行销 将原先参展的预算转移至网络等其他行销方式 此举不仅更大幅减少预算支出 所触及的人数还比传统车展来得更广 所以近几年已有陆续车厂值选择重要规模大的车展参加 而且奥迪也宣布将不参加今年4月的纽约车展 对此纽约车展官方也回应 不参展会损失百万参观人数 与支持奥迪的消费者 另外有有消息传出 冰市也计划不参加纽约车展及洛杉矶车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